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362集 李靖中一再受挫 亲自领兵冲锋 不料在阵中被流史射伤 又听说突厥与五州商洽结盟 心中甚忧虑 不久便在军中病逝 无上克汗一死 辽东契丹军历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州军趁势反攻 整个局势为之喊动 莫绰基于五州定约 一直窥死在侧 见有机可乘当即行动 潜选精锐骑兵突袭松墨都督府 松墨虽是契丹老巢 可是李靖中的死讯刚刚传来 人心惶惶哪还有抵抗能力啊 结果突厥骑兵冲入崖障 不但杀死大量契丹兵 还把李靖中孙万荣的家眷尽数掳走 消息传至洛阳 武赵总算是长出一口气 李靖中已死 契丹老巢被袭 这场叛乱看来马上就要平息了 为了表示仇谢 他照封阿史纳莫绰为 杰爹利施大蝉鱼 自阿史纳古堵路自称克汗以来 虽然已拥有东突厥故地 唐州两朝始终不承认其地位 一直斥其为叛乱 此次虽属册封 却以大蝉鱼为号 等于是中原王朝已经默认突厥复国了 但是武赵是不可能放弃万国女主的尊严的 他又给莫绰另外加了一个绝 名曰立功报国可汗 还是宣称突厥在自己统一之下 至于遣返河西之地的降护 好歹再放一点 大体上说得过去也就可以了 反正契丹的叛乱即将平定 只要腾出手 再跟突厥翻脸也不怕了 纵横百合尔鱼火炸 为的都是自家的利益 谁又是真心结盟呢 不知不觉之间 半载光阴已经在战争之中度过 武赵实在是身心疲惫 他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老了 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琐碎的朝政和几经波折的战士 已经令他感到厌烦 还是养好精神 尽早解决压在心头的最后一桩大事吧 然而 树欲静 而风不止 他还是低估了契丹人的实力 更大的伤痛和屈辱 即将到来 万岁通天二年的春节 依旧那么的喜庆 甚至比往年更热闹 这似乎是因为武赵 想冲淡一年前的晦气 而故意为之的 新春之际 最大的喜事莫过于九鼎筑城 据左传记载 下雨至水之后 将天下化为九州 以四方共物铸造九鼎 每鼎象征一州 将天下名山 大川 奇异之物 卷割顶上 用以教化黎民 下节诗德 九鼎签于殷商 祭祀六百余载 至商周王国又归于州 传七百余载 至战国后期 秦武王兵入王城 九鼎转而归秦 但是 至项羽 刘邦灭秦之际 九鼎已再无踪迹 有人说 是沉入在四水 有人说 是被秦国融化 种种传言 莫终一世 九鼎虽然被淹没于史籍 却成了历代文人 推崇的圣物 以及一统九州的象征 如今 五兆追目先贤 千古神器再临时间 这九座大鼎中 代表神都的那座 取名永昌 高一丈八尺 可容纳一千八百弹 其余八座 祭州鼎 名五星 雍州鼎 名长安 衍州鼎 名日关 青州鼎 名少阳 徐州鼎 名东元 扬州鼎 名江都 荆州鼎 名江陵 梁州鼎 名城 均高一尺四丈 一千两百弹 有著作郎 贾英福 殿中间李元镇 奉阁主书 钟绍经等书法名家提写 有先朝丹青宰相 严历本之图 草原阔 又在顶上绘制了各州的山川草木 虽说气势恢弘 但是武赵却不太满意 筑鼎用的就是修建天书和天堂火灾之后的圣料 又因为赶制兵器 九鼎做工不够精细 五金杂柔 橙色不佳 为了弥补 为了弥补遗憾 武赵将在顶上 夹图一层黄金 倘真如此 这又是一笔开销 这时 姚令章来过悉尼 禁言道 顶者 古之神器也 贵在质朴 不家外事 陈关其上 五彩斑斓 无须金色 以为炫耀 武赵听后 道绝有礼 于是就此作罢 下令将九鼎置于明堂 与天地神明 同受祭拜 为了将鼎移入宫中 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南北宿卫 连同宦官出动十万余人 以御马 白相牵引 自皇宫 玄武门入 连王庆之 李元素等宰相 以及五成寺 五幽宁等亲王 郡王 也都跟着拉前绳 倒不是需要这么多人 才拉得动 而是图一个喜庆 热闹 武赵亲作夜顶歌 命众人夜顶之际 齐声高唱 西农首出 轩昊英七 唐鱼祭种 汤雨成时 天下光宅 海内雍兮 上悬降界 方剑龙击 福西 神农 轩缘 绍号 唐瑶 于顺 下雨 商汤 武赵在歌中 列举了上古历代圣王 宣称 五周社稷 光宅雍兮 是堪比那些 圣王之时的盛事 但是此时 谁也没想到 这首歌 收尾的龙姬二字 在许多年后 竟然成了一句 灵验的谶语 道士们也来凑去 不但参与了 立顶仪式 还向女皇进言 认为 先前的兵戈之乱 起自东方 应是风扇神月 而忽视黛月所致 武赵宁信其有 于是 斥令东明冠道士 孙文俊 去泰山献祭 并遭天尊石像一座 立于泰山之巅 保佑社稷平安 一开始 似乎是真的很灵验 东北叛乱 日渐消退 武游仪 甚至又命 陈子昂 致书安东诸将 称 天样如此 人事又然 平田凶渠 正在今日 大军 急于二月上旬 六道病入 指期克俭 同立大勋 寝宫等 训立兵马 共为起脚 开国封侯 奇迹在此 性恶勉励 以图绝功 看来最终扫灭契丹 只是时间问题 武赵也安心许多 可是 短短半个月之后 一个噩耗 突然传入京中 契丹攻陷冀州城 刺使鹿宝 鸡阵阵王 冀州在哪儿 潭州在哪儿 叛军岂不是 不退反进了吗 武州君臣 错估了叛乱形势 李进中虽死 孙万荣随即继承 契丹首领之位 相较心机深沉 善用计谋的李进中 孙万荣则更像是亡命图 在尝试挽救东安的局面失败之后 他索性改变战略 将先前抓获的张玄玉 曹仁师 麻仁杰等州将 全部斩首 继而把北部战线 完全抛给墨河人 将契丹 以及市围 西族各部 尽数集结到营州 以最英勇的汉将 何阿小 洛物整 李凯固等人 分统诸军 孤注一掷 向潭州 发起疯狂的进攻 吴忧仪原本还想 六道并入 指七克简 怎料敌人竟如下山 猛虎般突然杀来 顿时吓怂了 此手谈舟不出 陈子昂实在看不下去 苦苦劝说他振作精神 统帅三军应战 契丹 已是困兽之斗 只要挡住这轮进攻 敌人声势顿挫 到时候 众心瓦解 大势可定 无奈 武忧仪被吓破了弹 根本听不进去 甘愿当缩头乌龟 孙万荣见州军不敢应战 气焰更加嚣张 竟然分浅诸将 绕过潭州杀入大猪领地 冀州距前线五百里之遥 怎会料到契丹先锋 何阿小 竟会横冲直撞杀到这里呢 得到消息 城门还没来得及关闭 敌人就已经冲了进来 孔总之际 来不及调兵遣枪 安定之城 也根本无兵可调 刺史陆宝基 只得率领州府的侍卫 府力乃至家仆 奋力抵抗 结果壮烈殉国 何阿小 在城内大肆作恶 屠路官民数千人 冀州司马 杨凤杰 长使王红允 参军刘福念等人 贪生怕死 竟然投降敌人 冀州一时 举国震动 河北之地历时陷入恐慌 陆城县令李怀碧 信都县令杨志济 迫于形势 也向启丹人屈服 洛物整 很快又攻入营州 在大洲的领土上 字意横行 如入无人之境 武赵真有些欲哭无泪了 因这场叛乱 他先后投入了将近四十万的兵马 结果却是越堪越乱 噩梦何时才是尽头啊 更为可怖的是 一再得手的孙万荣 竟公然向河北各州传习 并在习文之中 嚷出一句追心刺骨的口号 何不归我庐陵王 天皇驾崩 李显济同 被武赵废为庐陵王 此乃武士篡国之始 现在契丹嚷出这句口号 不是要号召天下推翻武州 重立礼堂设计吗 其实啊 对契丹而言 这句口号 只是侵犯中原的借口 若能以此动摇 武州官民的抗战决心 那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中原皇帝 究竟他姓什么 与他们又有何干呢 但是 对武赵而言 这点绝不能忽视 李显王朝离去未远 虽然没有人 再敢把复辟的意思表达出来 却并不代表 大家心中不怀念李显 现在 岂单把这矛盾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 礼堂之时 何曾有过这么严重的叛乱呢 礼堂之时 又何曾有过胡人横行 无忌屠戮百姓呢 这叫天下百姓该怎么想啊 乌漏偏逢连阴雨 就在孙万荣猖狂为患之际 突厥也再度翻脸 一马归一马 先前的合作已经结束 现在局势有变化 莫绰一向是会做买卖 自然是又要来趁乱发财 他顶着大蝉鱼 立功报国可汗 女皇义子的头衔 悍然撕毁盟约 肆无忌惮地入口灵州 局势愈加混乱 有时事事巧合的惊人 莫绰南下之际 同样带着被俘的许钦鸣 命其向灵州城内喊话 劝说守军投降 哪知 许钦鸣来至城下 只字不提劝降之事 竟嚷出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贼中无饮食 城内有美匠 起二升 两米起二斗 莫起一挺 快快送来 突厥人不禁怯笑 这堂堂大洲都督 当过安息大都户的人 竟然是一个 只想着填饱肚子的废物 殊不知 许钦鸣有自己的算计 此时他已经知道 兄长许钦记被契丹杀害之事 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不但决心追随兄长一致 还要让自己死得更有价值 他喊的那些话 其实是秘语 美匠及良匠 良米乃是精兵 墨及黑夜 其实他仔细观察了 墨绰筑扎的银盘 四面绕河 仅有一路出入 这样的地形 看似便于守备 可是一旦敌人堵住道路 袭入营中 这无异于关切门来打狗 想逃都逃不脱 因而他用秘语告知州军 挑选精兵良将 趁夜突袭 必能将墨绰一举击溃 可叹 灵州守军 未能领会此言深意 城中也没有敢于 拼命一搏的忠勇之事 许清明的一片苦心 终究还是落空了 此日 墨绰又命许清明劝降 许清明 情之破贼无望 索性是毅然拒绝 大骂墨绰背信弃义 亲我疆土 墨绰被他骂得恼羞成怒 当即将其斩首 许是昆仲 忠义成双 结尾中原设计而死 颇受识人赞叹 墨绰攻打灵州 最终未得手 又转而进返盛州 幸而 楼师德老部下 平敌军副使安道买 率军赶到 安道买乃安国人士 与安金藏士同乡 虽然他手下兵马也不多 却颇有西域民族彪悍之风 也不管墨绰有多少兵 冲上去就是一通死缠烂打 恶战半日 各自收兵 墨绰虽然损失不大 但是心里却凉了板结 买卖人将本图利 南下就是为了劫掠发财 拼命可是不值得的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撤退了 虽然突厥撤兵 但是武兆已经被闹得是头痛欲裂 只想快些解决麻烦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将贬为 圆州圆外司马的楼师德 官赴原职 继续担任宰相 监管边镇防务 继而又启用贬为庶人的王孝杰 为清边道行军总管 并以将军苏鸿辉为副总管 前往潭州接管军务 至于武游仪 武兆还算是给他留了一丝的面子 命其分兵退守鱼养 名义上是恶守弃丹南下要导 实际上就是让他靠边站 不过敌人已在河北为害 只做好应敌准备还不够 还要着手安抚人心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